又传出了有不当体罚的案例 台中神钢区有国中生 因为不满被老师罚站 他居然在教室的柜子上 就磕了个不雅字眼 学生投诉媒体说 当场被老师甩了三十个巴掌 不过家长今天倒是出面力挺老师 只希望事情可以赶快落幕 拖住他一手拖住他下巴 这样而已 你为什么不听不受教这样子 其实没有很这样爽 学校寻导主任澄清 老师绝对没有掌过学生 事情发生在1月6号 台中神钢区某国中校园 传出有两名学生因为迟到 被老师罚站 心声波满 在教室的置物柜上 磕了不雅字眼 面积差不多有这么大 然后一个写 另外一个就是写在这边画 就乱画乱画 老师发现之后非常生气 甩了学生巴掌 甚至还传出拿棍子打人 A4的指掘钱就这样子 只是拿了纸棍子打人 还有摸摸脸颊 老师事后还是向学生道了歉 而学生家长也力挺老师 老师真的很爱他 也很疼他 对 只是说小孩子 他可能比较不会想 不懂事啊 相方表示 老师应该是爱之声 责之切 而事发之后 都学到校调查 家长也希望事情 能够战告一段落 毕竟孩子不对 做师长的 就是有责任 将他们的行为导真过来 好